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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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何一门休息内容都非常复杂 雄尽人一生之力难以兼顾 那是我外出游历时经历的一件事 我从小读书成绩不佳 父亲担心我学坏了 便将我托付给一位老道长 让我学做法师 我跟随师父学艺多年后 师父让我出去闯荡一段时间 我便告别了师父 四处找庙宇挂单 结识各地的道友 其间有一位姓雄的师兄 出师后在南越南天门道观主事 常邀请我去南越玩 我也欣然前往 南越恒山是湖南中部地区的朝圣地 每年要接待来自湖南各处的数百万乡客 山下有许多庙宇 其中最出名的要属南越大庙了 南越大庙的住持是一位昆道姓黄 于1998年当选中国道教协会副会长 也将南越大庙治理得十分兴旺 湖南地区正义派的氛围较为浓厚 在这之前我很少接触过全真道 黄道场是全真门下 南越大庙横山道院 是湖南地区为数不多的全真道场之一 我突发奇想想认识几位全真的道友 便在南天门逗留期间 常常早上去南越大庙里 跟着诸位道长一起上早课 坐了几天 我发现南越大庙里 有位老道长 年纪比住持黄道长 还带着十几岁的模样 却是黄道长的徒弟 这位老道长 当时已是月末六十岁了 鹤发童颜 满面红光 每次下了早课 也不着急着去吃饭 而是看看有没有信众来庙里 若有年轻一些的湘客 他便上去打招呼攀谈 要是香客带了些有趣的玩意 他定要讨来把玩一番 老道长姓童 颇有武侠小说 《射雕英雄传》里面老顽童的风趣 对人情世世 既无知 又似乎见闻极广 见我肖肖年纪 完心大起 约我吃过早饭 一起去山里采骏子 我问起同道长是否要指电 同道长赶紧把我拉到一边 不停地做噤声的手势 悄悄说道 莫喊 莫喊 莫要让别个听到老 咱们偷偷去不告诉他们 采来了 咱们自己吃 你等一阵子 在东边的枪角等我 我出来找你 说吧 同道长装出一副老成的模样 故作大声地 用带着浓厚相应的普通话 对我说道 嗯 这个修行如逆水行舟 不禁则退 你要勤勉嘞 我见同道长不停地朝我眨眼睛 哭笑不得 只好答应了 恒山有一种特产君子 每年农历三月和八月的时候 才能猜到 往往这两个时节 也是大雁飞越恒山的时候 所以起名叫雁俄君 这种君子 非常鲜美肥厚 吃过的人都难以忘怀 只是 采摘雁俄君要在恒山深处 走路上去 起码要两三个小时才能找到 全真道场中 饭时都是素斋 所以我不太吃得惯 就直接出了庙门 到前面不远处的面馆 要了份肉丝面 吃完了 到南越大庙大门东边的院墙处等着 等了不到十分钟 一阵扑速的风声 从墙上传来 我抬头一看 同道长竟从墙上直接跳下来了 这一面墙 约莫两米多高 让我爬都爬不上去 同道长也不知怎么办到的 我担心老人家受伤 赶紧上去准备搀扶 同道长落地时十分清洁 拍拍手 说 不碍事得累 咱们走吧 同道长走在头里 不停地用舌头舔嘴唇 发出口水的声音 说道 哎呀 今天不晓得能采到多少 我想煮汤吃 用山泉水一煮 盐都不用放 味道有蛮好嘞 咱们快点走 再晚一点 就让别个都采完了 我看他走路飞快 好奇地问道 童嗲嗲 你这一副好身体 是练内丹练出来的 湖南方眼里 嗲嗲是对老人的称呼 我说 我是学正义的类 听说你们全真练内丹 没想到 同道长不懈地打断我的话 说到练个屁类 不练那个东西 我说 那您是平时练舞 同道长瞪大了眼睛 说 什么舞 你说打拳啊 不会 我更好奇了 这同道长不练内丹 也不学舞 怎么会有这么一副好身体 伸手绞节 又充满活力 完全不像是一个六十岁的状态 不计多想 同道长走路一阵风似的 我得时不时地小跑几步 才能跟得上 但一直闷头 往前走太无聊了 不由地问道 同达达 你比黄会长年纪还大 怎么会拜他做师傅嘞 同道长脚步丝毫不乱 说道 啊 那时候 我本来是要拜我现在的师爷嘞 师爷说 他不收徒弟了的 就让我拜在他徒弟下面 就拜了黄会长了吗 我问道 那您不修内丹 也没练舞 您主要修什么呀 学的精颤嘛 同道长说 我拜师的时候 记性不太好嘞 背不下那么许多精颤 倒是最近这些年 记性越来越好了 我也嫌麻烦 不学精颤了 南岳大庙香火旺 养我这个闲人不在话下 说完 同道长笑了起来 我却充满疗 都说年纪大了 记忆力也会减退 怎么会出现他这种情况呢 不过很快 我也打消了疑虑 同道长说话直爽 天真同趣不死作为 兴许老头 确实没练过丹道 也不学武 只是天赋一柄 身体健忘超过常人 又或许是他年轻的心态 本身也对身体 有正面的影响 一路不停歇的走到大山深处 同道长很快就找到一片树林 兴奋地直搓手 我说我不会找骏子嘞 同道长说没事嘞 我知道骏子在哪 我找到了以后 用树枝在地上一插 做个标记 你跟在后面踩就好了的 说完 同道长从怀里摸出个布袋交给我 转身捡起一根树枝 看似随意地顺手往前一插 说 诺 这里就有一个的 说完 同道长头也不回地继续往前走 我来到那插了树枝的位置 低头一看 果然在枯枝落叶间有一朵菌子 散盖上隐隐有一抹绿色 我突然想起小时候听的故事里面说 颜色花花绿绿的蘑菇有毒 便提高声音 问同道长说 同哒哒 这个蘑菇是绿的 不会有毒吧 同道长这时候已经又插了两根树枝在地上 扭头说道 不碍事得累 你枝棺材 我认识的 踩完以后 我把有毒的挑出来 我这才放心地把菌子摘起 放进布袋中 同道长一路走 一路捡起地上的树枝 往地上插 我跟在后面摘咽俄军 每隔十来分钟 同道长就回头看一眼布袋 踩了不知多久 我有些累了 抖了抖手里的布袋 骏子起码有两斤重 我对同道长说 我踩不动了 咋咋 咱们踩了两斤了 够了吧 同道长正要把手里的树枝插下去 听到我这么一说 扁扔了树枝 弯腰摘起脚下的一朵燕鹅菌 轻巧一丢 扁扔到布袋中 说够了 可以煮一锅了 同道长带步 领着我走了一阵 来到一条小溪旁 他用手捧着吸水洗了洗脸 又喝了几口 说道 就在这里煮吧 说着 同道长不知从哪块大石头下面 摸出个煮锅来 打开锅盖 里面还藏了三副碗筷 看来这地方他经常来 我们找了几块扁平的石头 搭了个灶台 成了半锅吸水 剪些树枝生了火 同道长拿着布袋 一个个的看里面的蘑菇 有毒的就剪出来丢掉 没问题的直接放进锅里 边调边说 好多人家不晓得是 怕中毒 非要把菌子晒干了再吃 这菌子晒干了 还有什么味道嘞 这又不是香菇晒干了布袋好吃的嘞 我深表赞同 燕鹅菌最吸引人的 便是滑嫩肥厚的口感 湖南地区有不少人家怕有毒 采灰菌子来 总要用水洗过好几遍 晒干了才吃 认为这样可以降低毒性 致使鲜美滋味失去其酒 但燕鹅菌五颜六色非常难分别 每年也却有不少人物采了毒菌 食用后不知身亡的 挑剑完了 同道长盖上锅盖 颇有些得意的拍拍手 说等一等 煮熟了就可以吃了 我问道 同嘎嘎 你以前也经常到山里来 有没有遇见一些少见的好东西呢 同道长说 有啊 嗯 我想想 有个能治病的东西 不过这好多年 我都再也没见过了的 我说 是山里的草药 还是什么 同道长用食指和拇指围成一个圈 比划着说 是个这么大的 会发光的球球 我好奇到 会发光的球球 不会是传说中的夜明珠吧 同道长摆摆手 说 不是的雷 是动物身上长的 我问道 动物身上 哪有会发光的球球 你在哪遇见的 我怎么没见过 动物身上还藏这个东西 同道长打开了画匣子 说道 那都有二三十年了的 可能是七几年 搞不好是八几年 我也记不清是哪一年了 你年轻 没见过的东西 还有蛮多哦 我都好多年没见了 你肯定没见过 那时候有个唐克 湖南方言里 唐克是老婆的意思 也都用来指代中年妇女 说是得了癌症 那时候得个癌症了不得 医院也治不了 就只能等死了 那个唐克到庙里来 说是得了癌症 求我们帮帮忙 我们哪里会治病呢 根本也没得办法 让他去医院里 请大夫再救一下 他说医院去过了 没得救了 我们也没办法 他就跪在大殿里面 跪了一天 好像是肺癌 到晚上上晚课的时候 我们让他走 他也不肯 还跪在那里 我们就自己去上晚课 他突然咳出血来了 同道长打开锅盖 闻了文君汤散发的气味 又盖上了 继续说 我师爷就过去扶他起来 说实在不是我们不想帮忙 是真的不会治 我也不懂医 你要是早些练内丹 倒也能好 但现在来不及了的 那个唐克也不听 就扑在我师爷身上哭 让师爷救他 我师爷没办法 叹了口气 让我去外面买几个土炮 你晓得土炮不 我说 就是以前那种短粗的爆竹 特别响的那种 我小时候见过 后来说有安全隐患 就不让生产了 同道长点点头 说 对的就是那个土炮 我们这天天烧香放鞭炮的 到处都能买到这些东西 一毛二分钱一个 就花六毛钱买了五个回来 让店家送了我一盒火柴 我师爷跟火方的说 晚上不吃饭了 不用给他准备 然后让那个唐克跟着他走 我也拿着土炮 跟在师爷身边 师爷一句话也不说 就进山里了 天色越来越黑 我记得那天是农历十三 月亮还不是蛮圆的 等到月亮出来了以后 师爷就找了个开阔的地方 就是爬高一点 能看见好大一片地的那种地方 坐下了 我也不敢问 那个唐克一路哭哭啼啼的 也不说话 我们三个人就坐着 也不知道要等什么 等到我困得不行了 只打哈欠 我师爷就说 今天没等到 明天再来吧 我就稀里糊涂 又跟着师爷回来了 第二天又换了个开阔地 等了一晚上 还是什么都没有 我问道 您当时也没问问师爷 他在等什么 佟道长说道 我师爷脾气不蛮好 我哪里敢问 就白天在庙里做事 晚上陪他和那个唐克一起去山里 一连等了三天 第三天晚间的时候 那天是十五 月亮有蛮远 也还是在一片开阔地上面坐着等 等了一阵子 就看到一点点亮光 在挺远的地方 我师爷一看见就站起来了 让我们跟着他 别作声 同道长 同道长似乎来了精神 绘声绘色地说 你晓不晓得山里的晚上 星星特别亮 地上好多树 把月亮的光亮都挡住了 黑得吓人 师爷记得那个光亮的位置 带着我们往那个方向走 轻手轻脚的 就只能听见青蛙叫 我也不晓得走了好远 师爷突然停下来了的 让我们猫下腰 一点点往前挪 这个时候 我才透过树叶子和草丛看到 前面大概有六七十米远的地方 有一块空地 大小吗 有那么方圆不到二十米 空地里面一棵树都没有 你晓得那空地中间是什么不 我摇摇头 同道长继续说 地上有个发光的球球 旁边坐了个狐狸 像人那样盘腿坐着 两条前腿垂下来 抬头看着月亮 不晓得在搞什么 我师爷就让我把土炮递给他 翘翘跟我讲 我拿两个土炮 师爷拿三个 让我站得离那个狐狸近一点 他先在原地点一个土炮 让我听见炮响 就赶紧再点一个放在我身边 他放完第一个 就会跑到我旁边来 拿个土炮点着的往前丢 让我注意 那个狐狸往哪个方向跑 顺着他跑的方向 再放土炮 我们商量好以后 我就把土炮放在地上 抓着火柴等 没多长时间 就听见师爷那边轰的一声 我离那个狐狸 只有不到四十米的距离 就看见狐狸 突然扭头朝我们这边看过来 又抬头看看天 身子一抖 就又用四条腿站着了 我赶紧把火柴滑走了 去点那个土炮 土炮轰得又是一响 狐狐狸好像是正要去吃那个 发光的球球 都到嘴边了 一听见炮响 扭头就往相反的方向跑 这时候 师爷爷点在他手里的第二个土炮 一用力就扔到狐狸身后了 又是一声响 然后一拍我 让我追上去放炮 我俩就跟在狐狸后面 跑了几百米 把土炮放完 狐狸也不见了 我说 那意思是 那个发光的球球 狐狸没来得及吃 就直接留在原地了 佟道长说 是的 塞 我们回到那片空地上 地上那个发光的球球还在 师爷就让那个唐克走近 把球球捡起来 让他吃下去 我说 那个光球是什么样的 像灯一样亮 佟道长说 我也说不清楚 那个光亮有点像月亮 师爷看得把球球吃下去了 就带着我们又回到庙里 跟那个唐克说 回家休息几天就没事了 我好奇到 他的癌症就这么着好了 佟道长说 可能过了有一个月的样子 他就到庙里来了 带着好多东西来感谢师爷 说是癌症自己慢慢消失了 再后来 他就每个月出一十五都到庙里来烧香 最后师爷与话的时候 他还来了 哭得好伤心 好多人都问我 他是不是师爷未出家时候生的女儿 我说 这东西还真奇怪 你后来还遇见过吗 佟道长说 见过了 我心想 这个东西真好 还能治癌症 我自己也带着土炮 晚上到山里去找过 但是很难找 那年找到过两次 也是用师爷的办法 把狐狸吓走了以后 留在原地的 我都拿起来吃了 再后来 就再也没遇见过 那碗衣轻飘飘的 好像就是一团亮光 虽然是能拿在手里 可手里实际啥也没的 张开嘴吃下去 也像是什么都没吃 但张开嘴吃下去 那个发光的球球就不见了 我问道 你有问你师爷 这是啥东西吗 佟道长摇摇头 说 没问过 师爷常发脾气 我不敢问的 我说 你这身体越来越好 是不是吃了那两个球球之后 慢慢开始的 佟道长若有所思的想了一会儿 说 好像是这样的累 我说 我大概明白 是怎么回事了 休息三秒 喝口茶 马上回来 3 2 1 我回来了 喜欢我故事的听友 可以点赞视频 以及订阅我的油管频道 搜索燃烧的故事 您的支持 是我日更的最大动力 回到故事里 我接着说 你自己不练内丹 身体还这么好 完全是书上说的 练了内丹的模样 那个发光的球球 估计就是狐狸自己练的内丹 让你给吃了 我看书上提到 经常月亮特别圆的夜晚 狐狸会出来对着月亮练丹 我也是推测他练丹的时候 要把丹吐出来 让你看见了 很多狐狸 都做过财补魅惑的事 又伤天和 最怕被神明发现以后 将天雷劈他 虽然结成了丹 平日里还是害怕被天雷劈的行神俱灭 你师爷放土炮 就是让他以为天雷在追着劈他 因为这种天雷劈妖邪 都是横着追的 所以才从远到近 连着放土炮 狐狸一害怕 内丹也不敢要了 扔在地上就跑 同道长听完 说道 原来是这样 我说 为什么有好多人问我 练不练内丹 我压根就不会吗 我说 书上还说 狐狸要结成这样一个丹 需要近百年的修行 被你抢去了 也挺倒霉的 就算回过神来 发现没有降下天雷 内丹已失 也奈何你不得了 这玩意本就非常难得 横山这么大 能让你遇见两次 已经是非常少见的了 同道长有些不好意思的挠挠头 说我也不晓得了 又不敢问师爷 要知道是他们练了好几十年的内丹 我也不好意思去拿 我还以为是他们身上长出来的 我也不知道 怎么再把那个光球球吐出来 真是一点都没练过来 没办法还给他们了 我心中感慨良久 不一会儿 郡子煮熟了 我俩痛快地把一整锅军汤都吃光了 才心满意足地下山 我离开南岳的时候 专程去跟佟道长告别 他还邀请我 下次再一起去采骏子 不巧的是 我之后很多年 都没机会再去南岳 直到十年后 又去了一次 却没能见到他 听南岳大庙的道友们说 之前的几年庙里改革 加强了对挂单道士的管理 佟道长觉得不自由 跟监院吵了一架 最后提着包袱云游去了 再也没回过南岳 好了 听友们 这篇故事到此结束 敬请期待 下一篇更精彩